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可真是热闹非凡 首先 我们来看看美国民主党内部的最新动态 据匿名消息透露 民主党高层对桥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感到担忧 党内多方呼吁他让位给年轻的候选人 但拜登的亲密盟友表示他依然有能力与特朗普竞争 这可真是一场内部风暴啊 接下来 我们聚焦到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身上 他在最近的竞选活动中穿着印有投票字样的连衣裙 强力为丈夫瞧拜登站台 吉尔 拜登不仅捍卫了丈夫的能力 还强调了他为国家奋斗的决心 看来 这对夫妻真的是全力以赴 力图挽回选民的信心 最后 我们把目光转向法国 法国即将举行议会选举 极右派国民联盟有望首次执政 这可能会给法国外交带来一段动荡时期 不管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无疑将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星报报道 民主党高层对桥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越来越感到担忧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杰米·哈里森在周六下午与全国各地的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 但他并未提及拜登在周四晚上的辩论中表现不佳或是随之而来的批评浪潮 多名在场的委员会成员表示 他们感到自己被要求忽视党派困境的严重性 反而被告知拜登的竞选前景依然光明 许多捐助者 党内战略家和普通DNC成员公开或私下表示希望81岁的拜登让位于年轻的替代者 但拜登的亲密盟友坚称 他仍有能力与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竞争 并未透露会推动他结束竞选的意图 美联社补充道 拜登在辩论后的表现引发了党内广泛的恐慌 尽管如此 哈里森在MSNBC的后续采访中淡化了电话会议的重要性 称其只是例行沟通的一部分 拜登及其竞选团队在辩论后的几天里试图展示自信 尽管总统在辩论中多次磕磕绊绊 停顿不安 讲话风格也显得沉闷难懂 与此同时 拜登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强调辩论并未对选举产生实质性影响 支持者比以往更加激动 拜登在周六大部分时间里 在纽约的汉普顿富人区拉拢富有的捐助者 并在一次聚会上承认自己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但认为特朗普也同样糟糕 雅虎美国报道 民主党内部对拜登辩论表现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哈里森在电话会议中 未提及拜登辩论表现不佳的问题 反而提供了对拜登前景的乐观评估 许多捐助者和党内成员 希望拜登在八月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让位于年轻的候选人 但拜登的盟友们依然支持他 辩论后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观众认为特朗普表现优于拜登 但两人的支持率几乎没有变化 拜登及其团队在辩论后的几天里 试图展示自信 尽管总统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拜登在周六继续拉拢富有的捐助者 并在聚会上承认自己的辩论表现不佳 但认为特朗普也同样糟糕 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 嘲笑拜登在巨大压力下表现不佳 悉尼晨风暴 在长岛的豪华度假屋里 吉尔、拜登陪同丈夫乔·拜登 从空军一号下机 开始了一系列的竞选活动 在筹款活动上 他开门见山地介绍总统 乔不仅是最佳人选 他是唯一人选 他向捐赠者们表示 乔·拜登不仅有经验和判断力 还拥有与全球领导人的关系 面对丈夫在总统辩论中的糟糕表现 吉尔试图为他争取支持 他直言不讳地说 乔·拜登每天都在为 美国人民的生活而奋斗 尽管辩论表现不佳 他坚信不能让90分钟的表现 定义四年的总统任期 他充满激情地捍卫丈夫的能力 并表示他们不会退缩 继续前行 纽约时报 吉尔、拜登在纽约市 格林威治村的一个活动上 热情洋溢地谈论他的丈夫 尽管辩论表现 引发了对乔·拜登 能否在任一届总统的担忧 他强调 乔·拜登每天醒来 都在思考如何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他在当天的一个LGBTQ筹款活动上 坦诚地提到丈夫的辩论表现 并表示 他们不会让90分钟的表现 定义四年的总统任期 吉尔 拜登长期以来 一直是丈夫的主要顾问和公关 但今年他的角色更加重要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他不只是谈论丈夫的优点 还经常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 和生活经历 他在LGBTQ活动上 警告特朗普对他们权力的威胁 强调不能让他赢得选举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美国总统辩论 引发了选民对年龄问题的关注 特别是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这两位历史上 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 再次竞选 尽管拜登和特朗普都面临年龄问题 但拜登的表现更加令人担忧 如果拜登成功连任 他将在第二任期开始时 年满82岁 比特朗普大4岁 美国国会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上升 目前是历史上最老的国会之一 年轻一代的代表性不足 导致政治疏离 许多年轻人感到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尽管有一些年轻的政治家如安娜 保丽娜 卢娜和乔·沃格尔 在努力改变现状 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和文化障碍 包括高昂的竞选成本和缺乏网络资源 尽管如此 年轻政治家们希望能带来改变 并激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政治 南华早报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任期第三年 将刺激经济和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 他自信地表示 政府已实现经济的转折点 并指出人才涌入香港 是一个积极信号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旅游业将是李家超振兴经济的重点之一 因为旅游业的效果显而易见 能够更容易地转化为GDP增长 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通过举办大型活动 如重要贸易展览和会议 政府希望吸引高价值游客 如专业人士和商人 他们将带回关于香港的好故事 李家超在2022年上任 两年后 北京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 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 疫情期间严格的防疫措施 也使得防港游客 需要在酒店隔离一周 随着时间的推移 香港的GDP在李家超任期内 有所改善 从之前的3.7%的收缩 转变为今年预计的2.5%至3.5%的增长 然而 地缘政治因素 如西方的反华情绪 仍然是李家超经济计划的潜在障碍 珠宝制造商林瑞基 就亲身经历了地缘政治 对香港商人的影响 他被迫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 以避免美国客户应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而减少订单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英国右翼政党改革 英国领导人 奈杰尔·法拉奇 在沃尔顿的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被政治活动家用普京的横幅打断 这一横幅上印有普京竖起大拇指的图像 并写着我爱奈杰尔 一些观众最初听到笑声 随后法拉奇注意到横幅并问道 谁把那个挂上去的 观众开始高喊撕下来 政治活动组织由驴子领导声称对此事负责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视频 该组织指出 法拉奇曾表示 他最钦佩的世界领导人是普京 并将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归咎于西方 与此同时 改革英国的竞选活动也因一名志愿者 在暗访视频中发表的仇恨言论而陷入争议 该志愿者在视频中表示 寻求庇护者应该被射杀 并对伊斯兰教和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发表了种族主义言论 改革英国的高级竞选人员也被拍到发表冒犯性言论 进一步加剧了争议 随着英国大选临近 俄方通过社交媒体支持法拉奇的民粹主义政党 引发了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担忧 法国选民周日在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投票 这次选举可能使该国自二战以来首次迎来极右翼政府 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在欧洲选举中被玛丽娜 勒庞的国民联盟击败后宣布进行这次选举 勒庞的党派曾是一个长期被排斥的政党 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权力 投票站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早上6点开放 小城镇和城市在下午4点关闭 大城市在下午6点关闭 届时将公布首轮出口民调和席位预测 尽管国民联盟在民调中领先 但选举制度使得预测57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的具体分布变得困难 勒庞预测他的门徒乔丹 巴尔代拉将成为总理 并表示他的党派将赢得绝对多数 国民联盟的胜利可能会给法国外交带来前所未有的动荡 因为马克龙和巴尔代拉将争夺代表法国发言的权利 尽管法国历史上曾有过总统和政府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情况 但从未有过如此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国家最高层竞争 国民联盟的胜利也可能对法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带来不确定性 勒庞曾有亲俄情节 尽管他的党现在表示会帮助乌克兰防御俄罗斯入侵者 但也设定了红线 例如拒绝提供远程导弹 CNN报道 法国选民已经开始进行首次紧急议会选举的投票 这次选举可能会让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失去优势 使他在余下的三年任期内不得不与极右翼合作 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美东时间凌晨2点开始 法国将通过全国及海外领土的地方选举来选出577名国民议会成员 这次选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进行 而马克龙的复兴党在本月早些时候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被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N击败后 马克龙宣布了这一决定 无论结果如何 马克龙承诺将继续担任总统 直到2027年法国下一次总统选举 国民议会负责通过国内法律 而总统则决定国家的外交 欧洲和国防政策 当总统和议会多数属于同一党派时 政府运作顺利 但当他们不属于同一党派时 政府可能会陷入停滞 首轮投票将淘汰较弱的候选人 第二轮投票将在下周日进行 大多数选民将从三个联盟中选择 由乔丹 巴德拉领导的极右翼联盟RN 新成立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FP 以及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Ensemble 每日电讯报的多位读者 对英国工党的经济政策和环保计划表达了担忧 Graham Ashen认为 工党对清洁能源的追求 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导致国家停滞不前 Dale R. McIntyre则质疑工党计划 在203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成本效益 认为这将是所有痛苦 而无任何收益 John Carter指出 工党计划在绿地上建造数据中心 但这与其净零政策相矛盾 此外 Roger Gentry提到 保守党和工党都致力于向电动汽车过渡 但他们没有计划如何弥补燃油税收入的减少 Alan Walker建议 政府应该更明智地使用所有财政工具 来确保国家的未来 特别是孩子们的未来 他认为 提高增值税率比对私立学校征税更有效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 美国的Labkeye家社区 在今年的骄傲月 感到了一种不安的沉默 曾经热衷于支持同性恋的品牌 今年却退缩了 像Target和Nike这样的公司 都因去年遭遇的反对 而减少了支持 同时 马里兰州的一个市政委员会 首次决定不在市政府外悬挂骄傲旗帜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目前正在监测全国范围内的523项 反LabTA家法案 其中300多项 是在2024年前三周提出的 这些法案主要涉及教育措施 医疗保健限制 和对跨性别者的歧视 教授Dennis Altman指出 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LabTA家权力和可见性的增加 以及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 投票有关 Justin Ellis博士则提到 社交媒体上的 反LabTA家情绪正在增加 特别是在Elon Musk接管 Twitter之后 随着美国选举的临近 澳大利亚也需要保持警惕 防止反LabTA家信息的传播 Yahoo!US报道指出 在最近的一次总统辩论后 民主党倾向的选民 对拜登的支持率显著下降 调查显示 选民们用困惑、虚弱和痴呆等词 来形容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和状态 尽管拜登在辩论前有65%的支持率 但辩论后仅54%的选民 认为他赢得了辩论 选民们对拜登的认知和身体健康问题印象深刻 但这并未立即使他们转向支持特朗普 尽管拜登的表现不佳 民主党仍在努力平息这些担忧 并强调拜登不会退出竞选 调查还发现 黑人选民、双重厌恶者和第三方选民 在辩论前后对拜登的支持率有显著差异 尽管拜登在保护民主方面失分 但在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上 仍被视为更好的选择 Yahoo!US的另一篇文章提到 特朗普在纽约的形式定罪 可能会影响他在新泽西州的两个高尔夫俱乐部的酒类营业执照续期 新泽西州的酒类饮料控制部门通知特朗普集团 不会续期其在贝德明斯特和科尔茨奈克的高尔夫俱乐部的酒类营业执照 除非在7月19日的听证会上能证明有理由续期 根据新泽西法律 任何涉及道德败坏犯罪的人都不得持有酒类营业执照 尽管特朗普本人不持有酒类营业执照 但监管机构发现他对这些执照有直接的利益 特朗普集团称 这次听证会是无理且不公正的 并希望调查不是出于政治动机 BBC报道中 吉普赛 罗姆和旅行者社区的活动人士表示 这些社区在选举期间应被视为选民 而不是政治工具 活动人士指出 这些社区面临着长期的民主代表不足的问题 吉普赛社区的成员李安娜 摩根表示 他们希望被像其他人一样对待 并指出 政治家们在竞选期间很少访问这些社区 为了增加这些社区的投票参与度 选举委员会支持了一项推动更多吉普赛 罗姆和旅行者社区成员投票的运动 活动人士格雷斯 普雷斯顿表示 社区成员感到自己被当作政治工具 而不是选区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这些社区克服十字或数字十字问题 旅行者运动组织还制定了自己的宣言 并在英国各地的旅行者社区进行宣传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